日期时间函数这部分 如果我今天 第一个如果要显示 类似像这样的格式 这个格式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第一个要把西元年 改成民国年 第二个的话斜线 要把它改成点 第三个就是说呢 这个各位数字的月份 根字要 如果各位数要补零 所以大概有一二三 最后的话有一个 瓜湖星期起 四个地方 那你这个四个地方该怎么做 OK因为预设格式是长这样 一定是西元年 几月几号 但是全世界用到这个中华民国历 大概就只有台湾而已 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 所以这地方当然比较有特殊性的 那接下来当然 我们先切到today好了 用today这个来做一个说明 那today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希望抓到今天的日期的话 其实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呢 可以找到那个日期与时间函数 里面的话 有一个几个函数可以抓到今天日期 当然第一个不外乎就today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按确定 它就会自动抓到今天日期 OK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除了today之外 其实你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还可以看到另外函数 叫什么呢 now now意思就是现在嘛 那现在的话你按确定 其实呢也会抓到今天日期 那你想说today跟now 那两个都可以抓到今天日期啊 那用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 你假设把这两个格式 在按右就选取按出成格式啊 如果说你把它改成有时间的话 时间里面呢 有那个时间 时间里面有那个日期跟时间的话 如果你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today的话 它的那个时间部分呢 只会显示的是12点钟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用now的话 它会显示的 除了日期之外 还有现在的时间 OK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啊 就是now 它是除了能够抓取今天日期之外 还能够抓取的是 这个啊 现在的时间 OK 那你如果要更新这个时间的话 其实你只要打勾一下 它要更新了 就是你一段时间如果要更新 你就游标放上去 打勾 它就会再更新一下 这个这个时间 OK 就有更新的话 好 那也就是 基本上每一次它就会 只要你重新开启那个档案的话 以色打开 它会就会抓 你开启那个瞬间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这个时间会随着什么 随着你开启档案 它会每一天每一天都不一样 today跟now today的话是抓到那一天日期 now的话是抓到那一天日期 还有它的时间 所以这个讯息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today跟now两个函数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today的格式 把它改回来好了 改成那个 刚刚这个日期里面的标准的这个好了 把它改回来 OK 那如果说第二个问题是 我希望改成刚刚讲的 像这样的格式的话 该怎么做 OK 第一个 因为我们有四个地方嘛 第一个 先把它改成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里面呢 请你找到中华民国力 它的位置在日期 有没有 底下这边 有个中华民国力 跟西力 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有个同学问我 那个 它的电脑里面奇怪 怎么会没有中华民国力 后来才 问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它安装的是 英文版 所以如果它装英文版的 eSale的话 就不会有中华民国力 这个东西了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力呢 只会存在在 那eSale里面的 繁体中文版 才会有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选取中华民国力 第一个 然后呢 可是问题 跟我们刚刚要的那个格式 其实差异性蛮大的 那 可是我要刚好 产生刚刚那个格式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先选其中一个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的 你想比较接近哪一个 好像感觉这个比较接近吧 因为我们还缺 第一个是中华民国力 第二个是把 把那个斜线改成点 斜线变一点 第三个把什么 把月跟日 改成什么 加个零 然后呢 最后再刮弧 周级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 中华民国按确 不过 第二阶 第二个部分呢 先选一个阶级 第二个 制定一下 不是按确定 制定 制定之后 各位可以发现 它这边的格式呢 基本上 是一个1 这个前面表示中华民国力 那后面有看到斜线吧 其实你可以把斜线改成点 你会发现上面部分 就会有个点了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各位数字要补零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M的话 请你多打一个M 就是MM 跟DD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如果说要 把这个地方哦 把它改成那个 就是 各位数字补零 打一个M MMDD 这个是格式变更 那最后如果说呢 你要把它再加上周期的话 其实只要把 游标放在D后面哦 分号前面哦 加一个小刮弧 上面呢 打个什么呢 周六 当然不是啊 那只有每天都变周六了 OK 这里的话呢 很简单 你只要记得 只要打上 A A A 三个A就可以了 OK 三个A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呢 再多一个A 星期几 所以三个A是周期 四个A是星期几 那按确定 结果就出来了 不过同学可能会想说 这个会不会真的会变动呢 我换一个 假设你变更日期啦 其实基本上哦 换到别的天呢 它会自动 帮你去更改 比如换到 二十号 假设礼拜天哦 那你只要怎么 打勾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礼拜天了 日期 变更了 好 那 你想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它可以变 就是A 我为什么会知道 其实很简单 在日期里面有一个 日期里面的西例 会有个星期几 也会有个周期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这个格式 背后到底它怎么产生的 其实很简单哦 你可以切到什么 选周期之后 按下制定 制定之后各位能发现 这边就有AA了嘛 所以以后啊 你要任何格式啊 你去找一个接近的 切到制定哦 你就知道说 那个格式大概是什么 然后因为一定会 不需要前面啊 缝号后面东西也不要 所以中间这东西 就是我要的 那你可以都透过什么 那个制定的方式 拼拼凑凑 反正呢 有点像哪些格式 如果你显示不出来 你可以自己再到这里面 它提供的样式里面 再切到制定看一下 把它拼凑一下 结果就可以做出来了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 周期啊 如果你用刚刚的格式的话 它会帮你显示礼拜起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主要我们就是 综合练习这个格式 来做Today跟Now的练习 那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2016已经过了 把它改2020好了 2020好像是在哪边啊 好像是不是在日本对不对 日本东京嘛 所以好像他们最近 也在开始准备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个 干脆改成日本好了 那日本最近 它的那个日币 前一阵子涨了 可是最近 又开始跌了 而且跌得很凶 现在本来是 对台币是0.3132 因为我们那时候出去的时候 那最近已经跌到0.29了 29了 对 最低的时候 其实大概两年前曾经跌到 最低是0.25 25 25 2526 25啦 因为回生了嘛 那刚好那个 那个低点我有买 而且我还买很多 因为那时候刚好去日本 就发现奇怪 为什么那边的东西这么便宜啊 那比台湾还便宜 而且真的便宜到感觉出来啊 为什么因为本来可能一件衣服啊 很早以前去可能如果一会议率 对比较高的时候大概0.4 最高的到0.4级啊 所以一件衣服如果400多块啊 马上变成250块 有没有 这中间差价其实就可以感觉出来了 400多块变200多块 怎么会不便宜 快要打对折了 所以那时候一回来马上第一件事情 马上因为我有开一个外汇户头 马上大量买进那个外币 就是日币 反正我想说再怎么低啊 再怎么赔啊 也不可能再低了 没有这么这么 日本也不是说那种很一般的国家嘛 对 所以 所以前一阵子刚好要涨上来 我就把它卖掉了 获利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算一下 对 好像比放银行好太多了 OK 所以其实还可以再关注啦 就是现在二球 那我看 我大概有观察它的周期性 大概每一年 因为它们从四月开始 它们的外伤会把钱汇回日本 所以会造成一个升值 可是到了大概九十月以后 它们这个可能已经 差不多已经没有了 所以它又开始 会走软 因为刚好最近美国 美元又强势 所以刚好它又开始 所以我在想说也许 可能再忍一下 也许应该有机会啦 看到它往下 那时候再去 玩不管怎么样嘛 反正也许可以 有出去玩的时候 就把它领出来 因为刚好那个 玉山有那个 日币的ATM 就是你用 就是不是用现金买进 是用集齐的 集齐的会比较OK好一点 然后你出国的时候 再去玉山的那个ATM 再把日币领出来 这样汇率会对又更差 就是更少一些些 这样子 出国玩起来 其实真的又经济划算 所以其实我对那种 这种细节的地方 都会比人家 注意很多 所以你问我 哪一个国家 去哪边换钱 大概就对了 因为我都会找到 那个最低的地方 而且 OK 这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有个东京奥运 那剩余几天 这个地方该怎么算 请各位先把 刚刚的练习先试试看好了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